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教育团就帮到同学仔 可以看到新加坡的人 有些什么created的idea 对同学来说 是真的扩阔到很阔的食物 你都可以想到一些 可能不是香港没有想什么 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 里面同学都可以看到 当地的大学是做什么project 还有他们里面的设备是怎么样 设定是怎么样 都可以啟发到他们在这方面 会有的发展 南洋理工大学都是有啟发性 因为看到很多不同的装备 都可以知道更多关于engine 对于我将来参加科研比赛 都是非常重要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在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都可以跟新加坡的同学交流 其实自己都拿了一些不同的概念 就好像可能在一些动物 生物科学方面 都可以未来开了一些不同的发展 所以我们可以在新加坡的建筑物 就是这个时势科 我觉得这个里面用到的科的元素 融合了这个时势 是非常奇妙的 就好像下面 也是有个展览馆 可以让大家互动画一些画 可以搜索到一个仪器里 而之后呢 也会将你的画和图像 去展示融合照 就形成这个画 这个画可以 不仅可以用到艺术 也可以用到科学 2 3 哈哈 哈哈哈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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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